前两天呢发生了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 我不是上一条片说这个耳洞一点都不通 就碰一下就进去了嘛 然后说完那句话第二天就发言了 现在吃个消炎药已经好一点了 哇真的痛到晚上都睡不着觉 真的啪啪打脸 然后不是已经跨到圣诞节了吗 所以你看后面我挂了两颗小秋秋 就是圣诞树上面会挂 但是家里太小了没有地方拜圣诞树 今年可能是我在香港这个小家 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因为我一月底就要回杭州了嘛 所以今天的get ready with me呢 是陪我一起shopping 买一点圣诞节装饰啊 然后把家里稍微打扮一下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上粉底液之前呢 会先用一个妆前乳 Sophina的 因为这两天皮肤状况没有特别好 就是有泛红啊 然后长痘啊 一般这种控油的妆前乳呢 我都不会全脸使用 就只会用在T恤的位置 因为脸上呢 有一些泛红啊痘痘的位置 所以想用一个绿色的遮瑕膏 用它绿色的这一块 然后拿一把这种稍微密实一点的刷子 我以为拧的很开也没有关系 天哪 好像中毒了 好接下来呢 Armadi的这一款CC霜 不用刷子刷开 这个其实是一个CC霜嘛 遮瑕力就不会这么强 还挺轻薄的 而且很好晕开 一点点就可以涂全脸 最好适合平时上班上学的时候用 然后还剩一点 抹在脖子上 如果在脖子上也上过防晒或者粉底液 一定值得给脖子卸妆哦 因为我经常会忘了 然后第二天突然想起来的时候就 哎呀 感觉紧闻又深了一点 好那因为最近的痘痘有点严重 所以一定要用遮瑕膏 再遮一下痘痘的地方 拿一把这样的遮瑕刷 蘸去一点 先大面积的涂在需要遮瑕的地方 先不要把它晕开 然后呢 用纸巾把遮瑕刷 稍微擦一下 最后呢 再把那个边缘晕开 好 其实不用遮得特别完美 有一些泛红啊 或者有一些雀斑什么的都是很正常的 接下来呢 直接上眼妆 眼妆之前呢 会先用一个primer 眼部的primer Mac的 如果你想换一个稍微精致一点的眼妆 这一步真的不能少 因为它很重要的一点是 能让你的眼影的颜色 看起来更加漂亮 就是有些时候啊 我们买了很多很好看的颜色 但是好像上了眼睛上 那个颜色的呈现 好像就一般般 就没有像在手上这么顺滑 是因为其实眼皮有油分嘛 如果你不把眼皮上的油分打理好的话呢 颜色出来就会容易一块一块的 而且Mac的这一支primer特别好用 嗯 我已经买了大概快一年半了吧 我觉得还有大半罐没有用完 所以用量非常的省 记得下眼前的地方也要放一点点 今天的眼妆呢 没有说特别想要做什么样的颜色 所以就随性一点的来 嗯那因为我很久没有用这个 Huda Beauty这一盘了 想用一下看 因为其实好多人都在出圣诞的妆容 那这一期呢 我就想换一下风格 就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红唇的嘛 那我觉得干燥玫瑰色的妆容 可能会适合更加多的女生 好因为这一盘里面呢 这三颗颜色是偏玫瑰色调的 所以想先试用一下这三颗 首先呢先用这一颗淡淡的粉色 放在眼头的位置 关心 关心 不晕开也没有关系 就让它先随便放在这个位置 今天化妆真的非常随意 然后呢再换一把稍微大一点点的刷子 把这一颗放在眼尾的位置 超级显色 没有关系 大胆的话就好了 我觉得化妆呢 其实就是一个玩的过程 其实化妆呢 没有什么太多的规则 你觉得这两个颜色放在一起好看 你就可以放在一起 但最重要的是 你要学会把它晕开 就晕得很自然 然后呢 再把这颗非常漂亮的 死亡芭比粉 放在中间的位置 把这两个颜色衔接起来 再用一把这样的火苗刷 把上面的眼影呢 整一个再晕开一点 下眼影呢 就用这两颗颜色混在一起 好 亚光的眼影上完之后呢 要上一点 bling bling的东西 Sensee的这一块 它其实就是一个眼影膏 虽然它是特别bling bling的那种 但是它的颗粒没有特别大 直接用手沾取一点 好看 那卧彩的部分呢 想用Sensee的另外一款 bling bling的眼影 它的亮片会更大一点 接下来上一下眼线 眼线应用的是 Etihouse的这一支 49号色 棕色 一般这种色调的眼影啊 配棕色的眼线会比较好看 看起来比较温柔一点 一般我画眼线会直接从眼尾开始画 然后再判断要不要画那眼线 因为有的时候会懒 不想画那眼线 但是今天呢还是画一下吧 好 眼尾呢待会用眼线叶笔再画 这一支也画上了 接下来呢用眼线叶笔 kiss me的这一支 棕色的 好眼线画完之后呢 就是睫毛 睫毛膏用的是这一款 Etihouse的curve fix 也是咖啡色的 这款睫毛膏真的非常推荐 非常的好用 你看它刷下这个卷翘的程度 真的非常的夸张 最重要的是 它一天都能维持这样的卷翘 几乎不太会晕装 它这个头的大小也刚刚好 稍微有一点点弧度 所以刷下睫毛也是非常ok的 好了那眼妆完成之后呢 就是眉毛 我发现了一个新的用法 先用深色填补一下眉尾的位置 今天眉毛不想画得很粗 然后再换用浅色的 眉树稍微把颜色收开 我才发现其实眉树是可以凹的 就是这个角度是可以凹的 以前都不知道 以前就直接就是这样刷就很难 这个角度就非常的舒服 我发现要画一个好的眉毛 一定要先把眉毛修整齐 就有的时候你怎么画眉毛都不对 可能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修了 所以画眉毛之前 要把眉毛先修一修 还剩染眉膏 眼妆跟眉毛完成之后呢 用提亮的遮瑕液放在眼下 还有泛红的区域 在遮瑕的同时呢 提亮一下 用美妆蛋把它铺开 这个遮瑕液呢 其实呢因为对我来说 如果纯粹当遮瑕的话呢 有点太白了 所以我把它当提亮液用 最后还剩阴影 高光跟腮红 女人真的麻烦 然后我最近新买了这一盘 Tarte的Pro Glow to Go 是一个这样子的 哇好漂亮哦 跟一本小书一样 然后是黑色的纸壳 我觉得这样纸壳的质感 我还蛮喜欢的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它重量相对来说会比较轻一些 有三个颜色 一个是粉调的高光 一个是黄调的高光 然后一个是阴影色 用一下这个阴影色吧 看起来呢有点像Benefit那个 Hoola那个颜色 老外的Bronzer都会比较喜欢 偏红掉一点的 好 阴影完成之后 做的屁股都痛了 腮红呢挑了3CE的这一块 腮红膏 Take a layer 这个包装我特别喜欢 是这样子的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适合秋冬的 跟我的指甲的颜色好像 紫红色的腮红 是一个非常自然 可以叠加咯 非常可爱的颜色 然后用美妆蛋给它铺匀 鼻子中间也来一点 特别的可爱有没有 特别显皮肤白 高光呢就还是用Tarte的这一块 我没有用过 但是我想用一下 这块偏粉色调的高光吧 这一盘的高光厉害耶 这一块皮肤好像很通透的感觉 我超喜欢这种质地的 第一次使用 完全没有让我失望 这一盘非常可以 而且它非常的轻 高光啊阴影都有了 也非常适合戴出去玩 好 最后呢就是口红 植村秀的色号是376 是一个非常正的眉粉色 好了 装人完成 装人完成之后呢 我们去换衣服 然后去shopping 好 那因为今天香港呢 其实没有特别的冷 所以就毛衣外面 配一件大红色的牛仔外套 比较有圣诞氛围 然后今年都比较流行 这种短板的外套 所以下面呢就配了一条 高腰的浅色牛仔裤 是一个后腿裤 就是它下面这个裤板是很松的 今天的项链呢会搭的比较狂野一点 所以就不配耳钉了 然后快到圣诞节呢 也想把家里打扮一下 然后去给亲朋好友们 买一些小礼物 好 那就跟我一起出门吧 这是谁呀 我已经到九龙堂的又衣城了 一般我买东西会比较喜欢来又衣城 因为它五衣良品啊 然后Zara Home的台子还挺全的 所以很喜欢来逛又衣城 那我们现在去美苗北京 现在去美苗北京 有点菠萝包 我们来个玩具 里面是一个小玩具 然后加两个小零食 菠萝包的小玩具 这个应该算是大玩具了吧 这个我感觉是被狗玩 你来啦 诶 圈哪个好呢 诶 这个好像不错 诶 这个会小哦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honorable 主要色列为啰也 汪澤昔 真是幽黏 和湖 有人 川岸 很有ений 现在 你 by bwd6